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入我的行艺权研讨群 欢迎下载功夫者手机APP 与我联系咨询进群方式 或者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接下来呢我们来演示一下 专权的一个配合的训练方法 因为我们专权有全度的打击 轴步的打击、肩膀的打击 我们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训练方式 来把它融合到一起呢 上这课我们讲的打桩 可以打桩、打活桩、打粘板 等等一系列的方法 结合着小伙伴来训练一下 当然两个是这样好的 那么首先我们确定 专权不仅仅是击打它的下颌 不仅仅是用拳手 那么当对方冲我攻击左拳的时候 稍微的移移一步 可以去打击对方的喉咙或者是下颌的部位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部位是很薄弱的 在拳击比赛中经常都不看到 打到下颌的话 一下子能把人打晕 所以这是专权的毛 首先可以直接去击打对方的下颌 这是我从外边进的 对方打拳 这是我从外边进去击打下颌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从里边进 内外都可以 就看对方的身高 看对方的身高 因为我打身高差不多 所以我只要是能拨开它 我就可以从外边进 如果我来不及反应 对方打拳太快 对方打拳太快了 那么我就直接就从内侧进 直接就从内侧进 所以内外两侧都是可以的 关键就是 大家记住这个动作 然后一定呢带点手臂的一点小自转 刚刚我没有带自转 因为特别害怕容易伤了 那么我离得稍微远一点 对方冲往打拳的话 带点小自转 这一扎就扎进去了 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有时候一下就把这个人打一锋 整个人拔根的 这是直接递手的一个钻拳 另外呢 打钻拳的时候 可以进行一个奥骨钻拳 奥骨钻拳 主要练这个手的后压 这个后压 它是主要解决的两个方向 当对方打前手之转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进攻 一是打击面部 二是可以对方打拳的话 直接就 直接就 钻拳手打直接奔着身上就过去 这也是一个近身 然后呢 当对方打后手的时候 我们这个讲过 我们这个在那节课里讲过 钻戟打的一个动作 讲过 但是也可以对方打拳 后拳 对 后拳 打后拳 直接的击打 直接的击打 可以当勾拳用 这就是一个奥骨钻拳的一个用法 奥骨钻拳的一个用法 奥骨钻拳的一个用法 这个动作也是非常实用的 这个手可以奥骨 这个手也可以奥骨 因为我这个手有点伤 我轻轻的做 当对方打拳的时候 对 对方因为打着后拳 我只能用这个手放 对方打前拳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一直击打 或者对方打前拳的时候 重新的位置打 对方打后拳的话 这个手也会暂时不用 因为这个手 因为这儿有点漏洞太大 咱们说这个意思 也可以做这种 这种过的拳拳 然后呢 在我们套路里 我们做动作的时候 有一个 当我们站好的姿势 我没打拳拳的话 有一个回拉 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这个回拉 当我主动进攻的时候 我一旦打 打击他 我进攻不是这样进攻 对方会拍我的手 我这个手一点都没有 我们打十嘛 我们直接就把两个手给它封住 上去就拖上去 OK 当对方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一呢 我们可以直接下蹲 发钻指 因为他这个手没有挡住 直接就把它给打起来了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们可以用套路里这个回拉 套路里我们做的是 回拉 直接就 直接就做进攻了 再来一遍 然后我打对方 对方一下接触 我们直接回拉 直接就可以打击 再来一遍 直接回拉 最好的状态呢 是让对方的手不动 进行击打 刚刚我使的这拍打 他手拉动了 那么我也有个空当了 这是不好的 再做一遍 打击 直接就打进去了 这是一个套路里 一个回拉的应用 然后呢 然后呢 钻船还有一个奉点头 当我主动进攻对方的时候 套路里 耿承信这一派 因为我家里也有耿承信这一派的一个传承 叫奉点头 实际上是单马形的 让人准备自实战好 我主动进攻他的话 对方不合得到 无论是哪个手 去取一遍 单马形 再打钻船 如果是后手呢 也可以 挡住 一遍一个单马形 单马形打钻船 然后打后手 这是他的一个用法 单马形的一个动作 以上呢 就根据这几个动作 稍微地做了一个讲解 感谢大家